母乳喂捕友善场所 喂捕空间 一位妈妈正在商场大堂的西欧汽区喂捕母乳 场所职员走进妈妈 叫她不要在公众场所喂捕婴儿 并带那位妈妈跟她去别处 场所职员带爸爸妈妈及婴儿到洗手间 请妈妈入内喂捕母乳 这令他们十分惊讶 妈妈不情愿地走进洗手间 当她走进洗手间 四周不舒服的环境令她的宝宝哭闹起来 随后妈妈离开洗手间 爸爸向经理寻求帮助 经理和场所职员立即赶往现场 在洗手间外遇上那位妈妈 他们为职员叫妈妈到洗手间喂奶而道歉 经理随后带妈妈去另一个房间喂捕母乳 宝宝需要一个干净舒适的环境进食 作为职员 你需要知道合适的喂捕地点 经理挥动手指 将一间普通的房间变成育婴室 并介绍合适喂捕婴儿的环境 一间专用的育婴室可以提供一个有隐私且舒适的环境喂捕母乳 育婴室需要干净整洁 提供舒适并有扶手的椅子 供崩奶器使用的电源 提供肥皂及洗手池或酒精解手液和有门锁的门 为确保卫生 换片区与母乳喂捕区必须分开 妈妈在育婴室舒适的喂捕婴儿 除了育婴室外 还有其他合适的空间给妈妈喂捕母乳吗 其实只要用一点创意就能找到合适的地方 让喂捕母乳的妈妈有更多选择 也许是商场安静角落的一张长椅 或者是餐厅内不受打扰的地方 服装店的试衣间也是不错的选择 酒店里隐蔽的座位或闲置的客房 也是很好的安排 你也要熟悉附近可供母乳喂捕的地方 为妈妈提供更多选择 职员表示明白 经理和职员在商场大堂 再次与刚才询问喂捕母乳地方的父母相遇 他们感谢经理和职员对母乳喂捕的友善态度 让我们一起努力 让喂捕母乳的妈妈感受更多支持吧 如果你也希望成为支持母乳喂捕友善社区的一员 请联络联合国儿童基金 香港委员会的CS2 breastfeeding计划 制定28362913 或香港大学护理学院的母乳友善如你成长计划 想了解更多 请浏览 www.fhs.gov.hk 卫生署家庭健康服务制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